嘟啦小故事 带小鸡回家 嘟啦奶奶一遍一遍地重复地叫嚷着 奶奶奶奶你这是在干嘛呀 奶奶呀在叫小鸡们回家吃饭呢 不是有好多小鸡吗 怎么没看见他们呢 他们去哪里了呀 可能是跟着鸡爸爸鸡妈妈出去玩了吧 我们只要找到他们的鸡爸爸和鸡妈妈 小鸡仔们就会乖乖地回家了 奶奶奶奶奶我们去找他们好吗 可以呀 奶奶带着小嘟啦来到后院 果然小鸡们都在后院里悠闲地散步呢 小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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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回家吃饭啦 鸡妈妈穿着一件花衣装 鸡爸爸有个大红冠 小鸡仔们小小的 只要把鸡爸爸鸡妈妈带过来 小鸡仔们就会乖乖地跟着走的 嗯 我知道了 奶奶 小嘟啦坚定地点了点头 冲着那两个个头大大的鸡爸爸和鸡妈妈飞奔过去 小鸡们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呢 一下子都发了疯似地乱跑 小嘟啦犯迷糊了 这是怎么回事呀 奶奶在旁边苦笑不得 招着手让嘟啦回来 只见奶奶手里拿着一把饲料 一边冲着小鸡们咕咕咕咕地叫 一边撒饲料 没过多久 小鸡仔们果然都乖乖地围在了奶奶的身边 呵呵 还是奶奶厉害